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菲尔德公园 一名男子突然朝异形人开枪造成四人疏伤 7月2日 一名30岁男子在芝加哥南区头部中枪身亡 警方说还没有嫌疑人被拘留 当天晚些时候 一名90岁男子腹部中枪被送往医院治疗 情况危急 芝加哥警察局长大卫布朗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独立日假期对于警察来说是一个艰难的周末 他呼吁家长们 帮助确保年轻人的安全 不要让政府来做你孩子的父母 我们需要你们 父母们 追踪美国枪支暴力的调查网站Everytown Research的统计数据显示 美国每天有110多人被枪杀 200多人中枪受伤 美国广播公司城 这意味着今年截至目前 累计已有约2万人死亡 3.6万人受伤 该网站还称 枪支武器是美国儿童和青少年死亡的主要原因 每年有2100多名儿童和青少年死于枪杀案 拥有枪支的家庭平均有70以上的枪支 在这个国家 我们拥有的枪支比人口还多 这有点疯狂 太平洋研究与评估研究所健康经济学家 泰德·米勒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 我们下期见